这一次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邓热身在对手,找了一个在亚洲不入流的球队阻来期,其目的就是想让男足在亚洲杯前用一场胜利,来提升自己的信心。 毕竟我们的国族还从来没有输过印度,所以才找了这么一个好的热身对手,在赛前前转得为郑志和高林举办了国家队一百场比赛的仪式之后,比赛就正式开始,除了因伤不能上场的球员之外,李皮可以说是派上了能够上场的最强郑球。 前场由高林、吴磊和于大宝搭档,中场由于政治有伤,所以由无息顶弃,左右两边由李徐鹏和金进的把持,后卫线由冯萧晴,于扬作证,门将已然是目前中超防守最好的严俊林担当。 比赛开始之后,国族就对印度展开了全场紧逼,印度也屡犯错误,但是国族还是老毛病在发,没有能敲开对手大门的球员。 在联赛上呼风坏雨的吴磊基云隐身,刚刚为自己举办了一百场仪式,得高林倒是挺活跃,却总是浪费好机会,吴磊和于大宝也是明显缺乏配合。 两次绝跑机会都被两人互相耽误了,国族全体的无球好动还是太少,记得有一次王通拿球推进到前场,却没有一个人主动上前接应,最后一个好球就这样没了。 今天表现最好的还是山东鲁棱的金进道和广州恒大的于汉超,两人是上场之后最为薄命的,而且也创造出了许多的得分机会。 金进道虽然是首次入选国家队,但是那股拼肩和球,伤,场上真没两人能比得过,对印度队狂轰烂炸了九十分钟,却始终无法取得进球。 还差点在最后时刻被对手绝杀,惊出了球迷,一身冷汗,特别是那些在赛前买了双方打瓶的球迷朋友,国族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差了,如今连打印度都这么费力。 下次是不是应该考虑邀请老窝,或者自己组红蓝队对抗算了? 再后球迷又谈起了老话题,国族还是解散算了,看比赛吧来气,不看吧心里又痒痒,最好的办法就是解散。 免得浪费,那是人的钱财,为何我们的国族会连印度都战胜不了呢? 球迷是因为中国已经输球习惯了,早已经忘记了胜率是什么味道,所以拿不下印度很正常。 人家印度,你有十多亿人口,我们也是十多亿人口,谁胜谁输都正常的很。 今天晚上我看球是都睡着了两三次,所谓的地球得比战,就是两个小孩子在过家家一样。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? 我不能够齐 того,家人人手里 ج globe。 康里的东西就是你将一个你在哪里的小孩子里合成结合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